全台各乡镇县市都有不少老街可以逛可以玩 而老街里的传统小吃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 接下来呢就要带您到彰化的鹿港 台南盐水和新北深坑 来品尝一下这三个地方的老街和庙口传统特色美食 冰的也好吃 热的也好吃 就一定要买回去 因为大洞是很好吃 我们每次来都一定会买 彰化鹿港老街上的小吃美食百百款 到底是哪一样特产好吃的让来到这的游客 都非买不可 非吃不可呢 原来是天后宫妈祖庙口的鱼丸啦 鹿港大鱼丸和九份小鱼丸大不同 鹿港鱼丸可是用芋头丝包猪肉所制成的 每天上千个鱼丸现做现卖 从芋头削皮 刨丝 和好太白粉 包好猪肉到下锅 再加上特制蒜蓉酱及辣酱 香甜的芋头包着腌制入味的猪腿肉 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地鹿港传统评价美味 就是这样让人难以抗拒 难怪鹿港鱼丸常在傍晚前就被一扫而空 想吃鹿港鱼丸的观众朋友 可得早点来 以免又被买光了 海南盐水风泡世界文明 在盐水这里还有个不吃不可的知名庙口美食 豆千羹 这一家盐水街上经营超过 半世纪的小吃店卖的招牌豆千羹 只要吃过人人说赞 一整碗豆千羹里有湿沐鱼 布袋港直送的新鲜鹅啊 再加上提味的香菜 只留食材原味完全免加味精 或是其他重口味的调味料 不但评价更料多味美 而吃起来软嫩爽口的豆千 也是有其独特做法和典故 它这个含用做麵的鸡也稍微 麵是麵粉 这是豆粉 这豆千羹是以前的浪购时代 人家会做产的 不然都做得更淺 等下煮豆 饭吃不下煮豆千羹汤 有人说豆千面的起源是来自泉州先民 这项传统美食中 隐藏着不少仙人的生活智慧 老套们来盐水可别错过豆千羹 这个别的地方吃不到的铜板美食哦 新北市深坑老街最有名的特产 就是豆腐美食 这一家经营超过70年的豆腐美食餐厅 可是深坑老街历史最悠久的一家餐厅 店里各道好料都是招牌 从红烧豆腐 虾仁豆腐卷 古早味蒲肉 糖醋鱿鱼 深坑土鸡等等 每一道菜都是色香味俱全 各种豆腐料理中 可以吃到深坑纯净水质 所酝酿出来的鲜美 在地放养的土鸡 不用沾酱就能吃到自然健康的放山鸡美味 老餐厅 老招牌 所坚持的传统在地风味 也让人感受到餐厅大厨的实力和底蕴 来到深坑别忘了一定要来尝尝这家飘香不止一甲子的美味老店哦 精彩的节目内容 敬请锁定每周四下午4点的爱台湾YouTube频道 记者总和报道